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让雪花纷纷扬扬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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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什么 我练的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 说好了给我真相 结果还带来了更多的谜题 要不要这么挖坑啊 说 我觉得 我还是先把这些都忘了吧 既然已经来到这个时代 就在这个时代好好活着 照顾好身边的人 可以 但前提是 炒后宫的事不被发现 你放心 神不知鬼不觉 绝对不可能被人发现 谁呀 大人 事发了 被发现了 进来 什么被发现了 差不多呀 都知道了 什么都知道了 谁都知道了 什么事说清楚 我 不是送那个所将出城吗 院长和影子大人把我给堵那儿了 而且上来就问我 昨天晚上闯入后宫之人是不是就是大人您 王岐年 你这就招了 哎呀 我又不傻 我当然没招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影子大人就给了我这把钥匙 这把钥匙 这把钥匙 是有何特别之处 不 这把钥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把钥匙是那索江他们家钥匙 就昨天晚上做宴品那索江 正是 他家钥匙怎么会在影子手上 索江 是院长的任子 这事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这索江在京都成名已经多年 我认识他也很长时间了 他从来就没跟我提过 他认识院长大人 大人 您说啊 这京都成里 得有多少人 那是院长的耳目 这不是钥匙 世上没有这样的钥匙 也没有这样的锁呀 这索江并不治我夜闯皇宫 大人 谁也不是傻子 你昨天晚上不在家 宫里边出了事 你又去了索江他们家 你还穿着一身夜行衣 这哪哪哪 他都能对得上 陈平平怎么说 院长 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他昨夜出行的事情 不会有人知晓 想做什么就放心地做吧 我会给他 察觉不漏 告诉凡县 他可以相信我 这么大的事 都替你遮掩过去了 我觉得院长大人 还是可信的 接下来的事 我想自己试试 不行再找他帮忙 接下来 你还要干什么呀 昨晚去了趟广信宫 燕平来不及放回去 那 那怎么办哪 得抓紧放回去啊 不能让别人知道 昨夜疫情真正目的 昨天内宫里进的四哥 现在一定是铁桶一块 你怎么再见见啊 找个随时能进宫的人 哪有这样的人哪 再说 即使有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进宫 不难 我自小在宫里长大 进宫就跟回家一样 你还得想办法 进一趟太后的寝宫 也可以 太后带我亲后 是该去探了 还得把我带进去 嗯 也行 毕竟咱们婚事已定 也该一起进宫 去看看太后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 你把我带进去 还不能让别人发现失误 你是说 你不能以范贤的身份进宫 那你以什么身份 随行太监 庄 庄太监 假的 不是真当太监 你跟我解释这个干什么 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只是 既然要装太监 总得有个太监的样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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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太后 啊 扶我啊 怎么能扶 扶那儿呢 唉 渴了 回去吧 回去吧 怎么了 有你这么走路的吗 那么大事 等会儿 你是太监 股子要紧一点 眼睛要看下面 眼睛要看下面 娘娘请喝茶 太后 太后请喝茶 跪下 什么 跪下 我这 想不想进宫了 逗你玩的 我 李懿学得差不多了 你坐下 我可以带你进宫 但是进宫之前 你得告诉我 为什么要进宫 我昨天夜里偷偷闯了后宫 还在太后的寝宫里偷了东西 这个东西 跟我母亲的过去息息相关 所以不论如何 昨天我必须偷 今天 我也必须要还 这么大的事情 你就告诉我了 我答应过你 不会骗你的 好一个坦诚的小贩诗仙 金风玉露 亦相逢 便顺却人间无数 这是你写的 是我 诗以永情 你 这是和谁相逢呢 你啊 你啊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又是追忆谁 怎么又枉然了呢 也是你 我当时见不到你 我就枉然 只手相看泪眼 尽无语宁掖 又是指谁的手 对着哭呢 还是你 所有写情的事都是写你 都是写给我的 是啊 真的 真的 好像还有一首 还有一首 十年生死两茫茫 也是写给我的 感觉我死了挺久的 这首是写给我娘的 侍卫比往常多 郡主不知 昨天夜里闹了贼 闹得沸沸扬扬的 未曾抓获吗 跑了 据说那飞贼 是来跟长公主身边的侍女 私会的 就是冷冰冰的那个 就是那个 年纪也不小了 是 可是遇上痴心人了 侍女幽惠 痴心人呢 这 这怎么能行啊 这个 谁知道 婉儿 婉儿见过贵嫔娘娘 听闻昨夜范贤 在秦年殿迎进天下诗剧 现在呀举国皆知 破南庆出了一名大诗人 这孩子我第一眼见呀 就喜欢得很 当时 只觉她宗慧过人 却不知又如此才华 跟我们婉儿啊 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娘娘 你这时要去哪儿啊 身子可好些了 谢娘娘关心 许久未进宫了 去看看太后 那可巧了 我也要往那个方向去呢 一起走吧 好 婉儿拜见太后 快起来吧 你身体不好 不用跪 启禀太后 启禀太后 婉儿的病通过医治 好得差不多了 那也不要你归呀 来 来 今天怎么想着进宫呢 许久未见太后 心里挂念 还带了这么多的人 我知道太后喜欢甜食 所以今日特地带了一些 我亲手做的糕点 给您尝尝 近日我听闻宫里闹灶木 我还特意带了一些药薰 替太后除虫害 多少金银财宝 都买回来你的孝心咯 好好好 都收下吧 怎么不见洪公公啊 昨天晚上啊 宫里闹贼 我让他到陛下身边去帮忙 今日天气好 要不然我带您去后花园赏花 让他们在这里用药薰除虫 好啊 走 走 好 走 今天婉儿多陪您逛一会儿 您慢点 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对身体有好处 好好好 多吃肉 多开窗 对身体也有好处 是吧 对 阳光明媚 阳光明媚 我陪您走走 好 好 殿下 话已经传到 北齐使团准备离开了 殿下还在想那刺客的事 他们进宫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 不是来刑刺殿下的吗 总觉得哪里古怪 肯定是东渔城的人 洪公公和其中一个人交过手 认出了四顾剑刑法 是吗 洪公公昨晚一路追刑 交手数次 应该不会有错 交手数次 是的 一路追出宫去 没错 什么时辰的事 洪公公提过 好像是子时撞见刺客的 然后他就被调虎离山了 正是 你在宫外发现刺客 是什么时辰 当时一打过羹骨 早就过了丑事 子时洪公公被调虎离山 第二个刺客就该进了宫 如果真是为了杀我 为何丑时才出现在广信宫 那这一个时辰 他做什么去了 到我这儿是顺路 刺客绝对有其他的目的 会是什么目的呢 小蚁 你到宫中各处去传消息 让他们都查查 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或者有什么异常之处 是 是 等等 我说的话他们或许不听 你先去太后那里 跟他说明原由讨分一职 明白 到底是不是东一城 真相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有趣 我等着 我等着 真香啊 您比这花还美呢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太后在花园里散心 烟统领可以自行去找 里面有人 我们在用药熏杀虫 我说最里面 有人在吗 没有啊 烟统领 烟统领 太后请宫 要有规矩 李云锐 在查什么呀 只是担心昨夜的刺客 又不轨举动 哦 那就 传我的话 让各宫都好好地查一查 是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也要看着 是 您慢点 你们在这儿给我等着 你也等我一下 我看着你了 你怎么回事 太后宫里藏了人 我听到了呼吸声 可宫女却说没有人 男人女人 这可听不出 不过那人呼吸颜面细长 应该是有身手 会不会是红公公 若是红公公的话 那我察觉不到 昨夜刚刚闹了刺客 今日太后寝宫就藏了人 车非免也太巧了 莫非会有关联 若是这么说 倒让我想到了 此事的诡异之处 确实有些诡异 小野 洪四祥是不是大宗师 没见他出过手 但他肯定比我强 你已是九品之上 洪四祥应该就是 最神秘的那个大宗师了 应该是 一个大宗师追一个刺客 还让那个人给跑了 什么样的刺客 有这么大的本事 难不成是 四孤剑亲自来了 确实有些故意 如果他是故意被骗走的呢 故意 为什么这个刺客 能在后宫里来去自如 为什么事后能踪影全无 为什么大宗师洪四祥会失手 只有一个答案能说得通 这两个刺客 是太后的人 也不知道怎么谢你 给我写手诗吧 好啊 我得想想 昨夜醉酒诗过百 今日却要想想 那不一样 那些诗 都是自己跑到我脑子里来的 只有给你的这首 我想自己写 自己跑到脑子里 突然出现 不知从何而来 难道你真的是 仙人被贬下凡 那些诗句 皆是你在仙界所做 这说法哪来的 你还不知 一夜之街 街头巷尾 早已传遍了 五十四张六八六剧 五十四张六八六剧 这诗都是好诗啊 只是这些句子 找不着出处啊 比如这一句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是什么河 黄色的河 还有这一句 除雀乌山不适云 世上群山俊岭 这乌山 难道是一山林啊 大人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那你说说看 这小贩大人 乃神界诗神下凡 这诗中未出现的人名 地名典故 都是来自于仙界 黄河肯定是仙界之河 还能这般解释啊 你以为常人能一夜之间 写出这么多旷世之作 这么一说 有理有据啊 你看这句 也写得好 解释解释 这些诗古往今来都没有记录吗 八处村书都查了 都没有重复 请再多个一些诗人 我找些古迹查证 不用了 你们八处直接放行 尽快把诗印出来 是 回来 您慢点 来 宣长 现在世上皆传 范仙奈 诗神下几 这番言论 可需警惕 庆国文坛 极弱已久 来出发诗神 我明白了 八处 为案里推波竹篮 把诗神之名做诗 去 是吗 你也在看这个诗园 你也在看 好说 好说 莫婆 山莫在 承春 草木深 赶拾花见了 你看 还有这座 末世金尊空对月 实在是好诗啊 好诗啊 好诗啊 诗神啊 这本诗集一出 天下何人 再敢写诗啊 可不 诗神下谈 我庆国之福啊 不瞒你说啊 嗯 我曾经和小范大人呼呼过 哦 这个当时我就觉得 小范是谁 真是 专不群出饭绝宿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 哈 在哪儿 这东西是谁写的 不知道 别惹事 反正就一张纸 全当没看见 这是要出大事 你 别敲了 读下去 无腹刚进 狼虎骑星 更为胜者 既有国之志士 潜藏北骑 李云锐伟涅昏角 无腹国恩 后卖忠诚国事 徐北骑 殿下 后面的话越发难听了 哪来的 京都城内四处散落这个 几乎人人都看过 不少人 江信江仪了 谁撒的 找不到踪迹 倒是有趣 这是要用悠悠重口 逼死我 其他人不重要 关键是陛下如何看待此事 这骂得还很犀利 谁写的 有多少人看过 怕是都看了吧 现在 房间都在议论纷纷 都在议论 长公主 跟庄莫涵的死情 胡闹 陛下 长公主 出卖颜兵运事 是真是假呀 你来问朕 那要你建察院干什么 用不用查下去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兄爹有个结果 好交代 陛下是要结果 还是 真相 你这么说 我可以置你大不敬 陈灵死 要死要活随你 下去吧 周大人 这个看过吗 长公主 勾结北齐 并原是她出卖的 这东西哪儿来的 满大街都是 谁发的 天知道 我先说清楚 我儿子若是失秘 背秦 我无话可说 可要真是朝内有人使了阴证 我绝不会善罢开刑 你为什么不跟院长说 我信不过他 冰云在北齐的消息 没几个人知道 你怀疑 是院长出卖的冰云 他要提拔范贤 年轻一辈里 我儿子便是范贤 最大的敌手 有什么消息 我们俩互通友 事情闹大 看李云瑞怎么收场 叔 也幸亏是你 换个人 谁都没办法 把这东西全程洒满 还不被人发掘 这有用吗 人眼可畏啊 叔 而且这事还是真的 李云瑞经不住查 你知道 这法子最妙处在哪儿吗 不知道 想知道吗 不想 叔 我下次保证不多问了 这法子最好的一点就是 没人查得出是我干的 我就能置身室外 安心看戏 是我 陈萍萍 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呀 屋主不在 您找我有事吧 这个啊 我看过了 实在是难以想象啊 长公主怎么跟那么老的一个老头 有所思起了 这件事是你做的 无凭无据 这你可不能乱说 你手里拿的就是凭据 你手里拿的就是凭据 撒遍全程 我差人拿了几份 你查查 这只一清糖梅才 这一类质 这一类质 以阴墨长度可以分为 生 熟 半熟三种 院长 这是半熟针 蓝皮占多 视为净皮 看薄后 买是二载 指纹是 双丝鹿 辅料除了稻草外 还夹了三盒麻 这是何锡道的手艺 这类质 不算是上品 京都用的不多 院长 这单子量 大不大 全城都是 那全城就只有一家 有着许多从货的 整个京都 就是你那家淡薄书局 进了这批货 你就是幕后之人 钱银不够吗 进了这么一批便宜货 反思者管这事 他的性格能省就省 建察院八大处 我平时最没放在心上的 就是八处 没想到啊 建察院是你母亲建的 别小看了她 这件事知道的人多吗 没人知道 我按下了 上面写的事真是假的 私情是假的 出卖严命运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 我亲耳听到 那天夜传后宫听到 一向对张公主下手 他要杀我 我总不能做一代臂吧 光山洞言论还是不够的 要有证据 我本来准备好了第二波 这件事有一个人是突破口 礼不上述 郭尤之 你怎么知道 那天夜宴我听说了 我今天就在这儿 我亲眼看着你身败名裂 就万劫不复 犬子无状 还望小贩大人海寒 你又是哪位啊 这位就是礼部尚书 郭尤之郭大人 如此狡辩实属欺君 请陛下致罪 按郭宝昆的话说 庄莫涵构陷 之前她是知晓的 长公主要想和庄莫涵联络 朝中庇佑中间联击人 郭宝昆不够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其父 郭尤之 原来你也想到了 你的事 我上行 但这还只是猜测 我有一个办法 能够证明庄莫涵 跟郭尤之之间有所勾连 庄莫涵 出来京都的那次消失 你又知道 从现在看 庄莫涵 确实跟长公主见面了 那么中间 必有一个人要掩人而活 把他带立住所 可以查一下那天 庄莫涵都见过谁 已经查了 郭尤之就在其中 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你应该还知道 让我想想 我想想 这些还不够 这些还不够 要有人证 找到人证了 抓了他的车夫 都招了 那天晚上确实 他悄悄地把庄莫涵 带走 在后宫 有人把他接走了 该做的都做了 接下来 你想怎样 我应该问你呀 我要让李云锐 滚出去 你自己看看吧 郭尤之确实是我门侠 那天我也确实见了庄莫涵 你认罪了 庄莫涵是文坛巨匠 我读古文时 有些不解 请他来 只是想当面讨教 出卖颜兵于一室 无济之谈 读古文 陛下明鉴 你有什么要问的 读不读古文先不用谈 后宫不得干政 长公主 私下笼络郭尤之 已是结党应死之尊 你认不认 陈院长的话 我不敢不认 那怎么处理呢 郭尤之身为朝臣 勾结后宫 依律应交刑部审理 你连自己的人都不保吗 王法无情 郭尤之自作自受 真不愧是皇室的后裔 都快点 快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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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过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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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胆子我要出高预状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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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救你 好了 没用的 看不出来吗 抓我的人 除了刑部还有敬畏 还不明白 这是陛下的意思 为何如此啊 那天你非要去起年殿 我就不应该答应 要是我一时不慎 对你说了那件事 齐明殿那天 你在范贤面前说错了话 若他身败名列也就罢了 可如今他成就失先之明 我知道 迟早会有这一天 是我害了你爹 不怪你 是爹的错 柯儿 从今日起 你我父子 一刀两断 记住 你要竭尽全力的上折子 攻击我 辱骂我 就是我狼子野心 你早已选无可忍 明白吗 我不 我不 只有这样 你才能不守牵连 我不 我不 我经常骂你 让爹打心底里 希望能看到你 摆下风口 举其生死 爹想一路护着你前行 可如今 做不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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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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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